跌入低谷的情况下 这个自由派的民主党人会不会成为 另一种的跟共和党 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另一种的保守分子 比如说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 根本这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这个谜依然没有解开 好了谈完奥巴马 我们来谈谈中国国家主席 中国的No.1首第一号人物胡锦涛 在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 也就是10天不到 11月15号在豪士顿就要举行 20国的峰会具体的讨论全球经济危机 那么之前有消息说 是温家宝总理会出席 现在告诉你这个胡锦涛主席 中国的第一号的人物 胡锦涛主席将亲自出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段时间 无论是温家宝还是胡锦涛 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分工 从一个侧面也凸显了 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个集体领导 另外福布斯杂志最近频出了 中国最富有的人物和最富有的企业 China's richest 非常幸运 目前这个凤凰卫视 以及凤凰卫视统治局的主席 刘长热先生也身在其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布斯杂志 这一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报道 是讲到凤凰卫视 Phoenix Rising 那么他里面讲到这个刘长热主席 尤其是讲到一句话 说目前全球虽然面临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crisis 变成一个opportunity 把这个危机变成一个机遇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全世界 大家不管种族 不管意识形态 包括凤凰卫视战略 人们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人物 最后我们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南华早报一篇文章 是讲到目前中国和美国 未来美国新的总统上任之后的关系 那么中国虽然对美国对台凶手非常不满 但是考虑到整个中美之间 一个大的战略格局 所以我想中国还是会相对的 有所处理 有所平衡 下面是天井富士会 天井富士会 珠海航展 我们可以说离香港非常致敬 离澳门也非常致敬 几乎每年都有 但今年尤其不同 由于坚实的亮相 所以可以说除了军事记者之外 全球各地所有的情报人员 间谍人员 甚至有些情报贩子都会迎击珠海 我想过几天一定有好戏可看 好了广告之后我们换一个话题 不谈奥巴马 也不谈全世界的情报人员 在珠海如何大战之后 我们谈谈陈云林 昨天如何见赖星园 陈云林对赖星园怎么称呼 明天陈云林跟马英九的见面 又是会如何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在变天 全世界跟着在变 两岸当然也在变 只不过两岸变天不是由于奥巴马 更不是由于买台湾 两岸变天 是由于昨天陈云林 前见陈云林到了台湾 昨天举世瞩目的陈家会在台北举行 同时大陆和台湾签了四项协议 下面是天天来安心 这个所谓的四项协议 就是海运协议 空运协议 邮政协议 同时包括食品安全协议 你千万不要小看的这四项协议 这就是两岸说了多少年的大三通 终于由于昨天的海运协议 空运协议和邮政协议 终于得以实现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香港文汇报和明报 把它认为说是两岸的三大三通 一日生活圈形成 以后啊 这个台湾同胞 你就可以早上从台北出门 中午到上海和北京 晚上吃了晚饭以后 重新赶 赶夜班飞机返回台北 或者返回高雄 然后在台湾 回到家里 你继续可以吃宵夜 所以这就是说了多少年的大三通 我们知道小三通一直有了 但是大三通一直迟迟不得成形 就是因为前几年 李登辉 尤其是陈瑞扁的中间的捣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深圳的金报 做了一张图 相对小一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从北京到台北 或者从上海到台北 真的是一日生活圈 就可以相对来说 可以形成 所以昨天 陈江台北握手 两岸更近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明天 陈瑞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有可能会见到马英九 双方如何称呼 双方如何进行互动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先看看 昨天在陈江会上 陈江两人互相倒水 近战 双方之诚意和善意 而且这个充分体现了 双方的一种平等 一种关系 所以平等和对等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语言 但是平等相对来说更加重要 今天香港明报 引用了北京的一些学者的观点 说交往争 敌意见 由此可以遏制台图 那么亚洲华尔街日报说 China and Taiwan 中国当然是大陆的中国大陆和这个台湾双方 由于贸易关系 由于双方的握手 这个趋于更近 然后中国中国大陆台湾 他们可以不断的扩展 扩展自己的贸易上的联系 联合方面也说了 说金融业呢 目前既有期待 同时又怕伤害 但是我想没关系 通过双方的这个三通 大三通以后 双方的这些问题 慢慢的可以解决 倒是大三通实行之后 真正有可能长期受到伤害的 或者是倒是有可能 本来是贸易中介地的一个香港 另外我们看到啊 如果说明天陈云林要进 要见马英姐的话 那我们先看到 昨天陈云林跟赖信源之间 是怎么进去互动的 今天台湾的媒合报说 江啊还是老的辣 因为昨天陈云林 见了赖信源以后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你 我和我所有的同仁都很高兴 能够在这里见到你 然后呢 他就称赖信源 是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 主要负责人 所以呢 我想这个联合报方面说啊 说根据陈云林和赖信源 两个人的表现来看 明显的江还是老的辣 称他为负责人 但是赖信源方面 也有自己给自己解套的一种说法 他说没有关系 怎么称呼 也改变不了我的身份 我想这种心态 还是值得肯定的 然后另外昨天晚上 这个陈云林 这个出席连战案的晚宴的时候 陈云林说这是他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次晚宴 然后他称包括连战在内的 台湾的一些老前辈们 他说你们都是叱咤风云的老前辈 但是在晚宴的官 晚宴的这个 上面的避免称呼对方的一个官弦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明报方面报道说 昨天台湾民众啊 是看到四个陈云林 怎么叫四个陈云林呢 里面有激昂的陈云林 有感性的陈云林 有开怀的陈云林 也有相对比较紧张的陈云林 真的是看到了一个真性情的一个东北硬汉 陈云林 同时在英国《青春时报》方面啊 这个其实这也不但是外国媒体报道 今天中国大陆的媒体也已经报道了 中国已经开始正式宣布 将首次制定一个人权的行动计划 将自动制定路线图时间表 来逐步推进自己的人权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重庆的第一次 八千个第一次罢工 然后进行互相的一些冲突 那么今天在深圳和东莞 同样有一些第一次的互相冲突 互断财路 我想这从长期来说 确实是一个问题 另外三路盘奶粉呢 在收购已经敲定之后呢 这个晚达山呢 仅获了一家 是囊括了七家的核心厂 但是在某些地方 像贵岭的水库旁边呢 擅自埋了毒奶 水利部门叫停 我想这当然是一些不好的消息 那我想未来还是要与持续的关注 好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聚焦 明天有可能上演的 陈马慧以及未来的两个关系的走向 不要召开 早就休息一下 早就休息一下 又不能用 银下 大费 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